人班人马 也是我以前对漂亮姐姐有偏见 说起杨采玉 最开始很多人认识她 是听说她与刘亦菲 神经非让人搞不清楚的关系 那慧儿也总有人把她和神仙姐姐绑在一起做对比 然而事实上 现在在看杨采玉和刘亦菲 分明没有多少颗粒的地方 是 这两位的确都是天父母的长相 但放一起很明显就能发现 刘亦菲真是高高在上 就天仙宫里待着的 时刻人观 有人说天仙高冷的看着 就不像会和人谈恋爱的样子 男生里现在胡歌也有种永远不会恋爱的样子啊 哈哈 杨采玉呢 若五官 她不如天仙 两个人差不多年纪时的图片 都为修位调色 感觉根本不像刘亦菲更美 天仙的侧脸多美啊 杨采玉比肌米凹下去了 侧脸成一个比较扁平的热压形状 但也正是这点土味 让她有温度很多 杨采玉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都出自冯小刚的电影 总体来说 内心都是有自己生活 不飘着的 点点土味 有时候这里面还可以带着点 生气感和点点算计 如果说国外的女星 那么杨采玉的气质 还有点壮十元里美 两人都是厚厚的嘴唇 会比较有欲望 杨采玉晒的健身图 风格和国内女星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也都是能掩埃生活 未为自己打算的那类型女孩 但是这种类型 一个发挥不好 容易变土气 杨采玉有两个优势 一 脸型高级 体态优美 杨采玉曾经和另外四位女星 给巴莎拍过一组 当时巴莎用的话术是 时尚界定义的五位 高级脸型美人 另外 体态方面也光练很好 杨采玉和天仙最最不同的 还有天仙持量行凶 不怎么在意穿搭之类的东西 但杨采玉一直在努力 从各方面让自己的美更有竞争力 也导致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女孩太心机 杨采玉在自己的穿搭上下了很多功夫 每次进入她的微博 都有一种赏心任务的感觉 紧跟时尚 最近很火的碎花裙 利用毛衣钢皮肩一起搭配 她也很会放大自己的优势 爱穿挥礼 拉长好看的薄格线条 基础单品利用也在线 台山搭配碎花扮裙 再配后底编制凉鞋 整体视觉效果非常舒适 她特别会穿西装外套 搭配牛仔简约锻锻炼 开拨点裙 拨点四斤又很富 或者一件毛衣开衫 搭配牛仔裤 再加一个抢眼的包包和眼睛 身材真的锻炼很好 所以大胆的运动套装直接上身 我是很久没见到这么兢兢业业 天天扣穿搭的女型的 每一套还都很好参考 人不多放了图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知道面目微微凹陷这个点 很多姑娘都有 你喜欢这样的长相吗 对比较纽约锻炼 有限制凉鲁 图里面的冠冠冠军